众所周知,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不敌共产党,最终,蒋介石带着嫡系人马和大量金银财宝败退台湾。 解放军虽然有心打上台湾岛,但金门战役的失利、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的阻碍,再加上当时装备上的不足,使得这一想法并没有得到实现。 熟悉那段历史的观众肯定知道,蒋介石对于败在中共之手是很不服气的。 一到台湾,就立马打出了反攻大陆的旗号。 可既然要反攻大陆,为什么要选择台湾而不是近一点的地方呢? 根据学者研究发现,原来台湾当时并不是蒋介石的唯一退路,他还有其他众多选择。 除了台湾,蒋介石还有一条退路,就是云南。 1949年9月21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得到了一个让他吃惊的消息。 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乘飞机来到了昆明。 蒋经国的到来自然受到了卢汉的热情款待,但卢汉心中却充满疑惑。 这个大公子好端端地到昆明来干什么? 在欢迎宴会上,卢汉试探地问蒋经国, 总裁在重庆公务很繁忙吧。 蒋经国回答说, 总裁近日很忙,来不了昆明,所以让我来看一看。 卢汉对于蒋经国的回答,其实内心已经有了一些模糊的想法, 而蒋经国来昆明的目的就只有一个,为蒋介石来昆明投石问路。 此时,国军的败局已定,因此蒋介石便决定给自己找个退路。 台湾虽然确实是一个好地方, 但对于一个想要反攻大陆的人来说,其地理位置着实不变。 反观云南,不仅有三江天县,还有滇西峡谷,一守南宫, 是东山再起的好地方。 而且跑到云南也还有退路,身后就是滇缅公路, 可以撤退到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最关键的一点是,离开大陆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 蒋介石还是希望能够守住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土地, 因此蒋介石当时还立了一个八字方针, 确保西南反攻复国。 而云南的实际领导人卢汉在1949年1月21日 得知蒋介石通电下野后,就对局势变得非常悲观。 因此,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 卢汉便开始和共产党秘密接触。 当时,与蒋介石有怨的前云南王龙云在香港说, 云南应该投共,一时间人心惶惶。 蒋介石为了防止再出现类似的事情, 于是电照卢汉到重庆。 卢汉这时候哪还敢去重庆, 以身体不适为借口,推脱不去。 卢汉拒绝来重庆,让蒋介石疑心大气。 他在让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给卢汉打电话催促的同时, 也做好卢汉如果投共,立刻进行军事解决的准备。 在蒋介石的受益下,总参谋长顾铸彤给第八军军长李弥, 二十六军军长于成万下达了向昆明集结的命令。 在张群的连番催促下和李弥于成万的军事压力下, 卢汉硬着头皮,冒着被软禁的危险, 于九月六日乘飞机到了重庆。 蒋介石见卢汉来了,心中也就大为放心, 在对卢汉抚慰一番后,便将卢汉放回去了。 蒋介石没有扣留卢汉并非是对他有多信任, 而是怕扣留之后云南会出现变乱, 毕竟云南还有好几万的保安部队, 之后便接上了开头蒋经国来云南的一幕。 令卢汉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第二天, 蒋介石竟然也乘坐专机来到了昆明, 还到卢汉的家里吃了顿饭。 在宴会中,蒋介石对卢汉说, 现在形势已经十分危急, 你一定要守住云南。 而卢汉虽然知道这是一个扣押蒋介石的好机会, 但他当时并未下定决心, 因此并未做任何动作。 而蒋介石虽然嘴上勉励不断, 但显然对卢汉的政治态度是有怀疑的。 因为蒋介石在下飞机前, 要求飞机引擎不许熄火, 显然是做好了随时撤离的准备。 蒋介石这次到昆明待了不到五个小时, 随后便带着蒋经国匆匆离开了。 蒋介石此次前来的目的, 其实就是想看一看卢汉究竟有没有问题。 在和蒋介石的交谈中, 卢汉表现得很得体, 也让蒋介石暂时放下心来。 不久,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入贵州, 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飞到昆明给卢汉打气。 12月7日, 张群从成都飞往昆明, 一方面是为朋友打气协防, 一方面则是监视卢汉, 防止其投共。 而卢汉见解放军已经越来越近, 便决定不再拖延。 在12月9日, 卢汉借西南长官张群第44到昆明之际, 以西南公署之名召集诸多将领高官议事, 并将他们缴械扣押, 宣布投共。 得知卢汉投共的消息, 蒋介石也是有所准备, 卢汉在10日通电全国, 13日, 蒋介石才从新津机场飞往台湾, 同时下令国民政府从成都迁往台湾办公。 在飞机上, 蒋介石看着云南方向, 他知道他可能再也不能回大陆了。 除了云南, 蒋介石的另一个退路选择在了菲律宾。 蒋介石最终退往台湾, 其实是早就计划好的了, 云南可以说是蒋介石想要留在大陆的一种尝试, 而在到达台湾之后, 蒋介石也并未完全放下心来, 因此他还给自己选择了另一条退路, 那就是到菲律宾建立流亡政府。 当时的菲律宾是个只会找大哥要钱的穷小子, 美国人为了甩掉这个包袱, 就让菲律宾在1946年独立。 蒋介石为了给美国撑场面, 立刻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49年7月, 蒋介石飞往菲律宾, 名义上是和菲律宾总统纪里诺商讨反共联盟的事宜, 实际上还是想给自己找条后路。 会谈结束时, 记者问菲律宾总统纪里诺, 如果蒋介石兵败大陆, 会不会在菲律宾建立流亡政府? 纪里诺十分爽快地说, 菲律宾欢迎蒋政权, 只要提前告知政府人员数量即可。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流亡菲律宾可以说是聚首台湾者的最后出路, 也是蒋介石的最佳选择。 除了菲律宾外, 蒋介石当时还考虑过海南岛, 但是和台湾相比, 海南岛距离大陆太近, 比不上台湾还有海峡这道天欠, 而且台湾还有完善的公共设施, 和日战时期留下来的工业基础, 因此台湾确实是当时蒋介石最好的选择。 虽然说蒋介石选择台湾退守这件事做得很到位, 可惜的是他也没想到, 这一走便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一直到他离世, 也未能再见家乡一眼。 中国人传统的落叶归根之说, 对他蒋介石恐怕就是一种难言之痛了。 说到李弥, 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 说他是国军名将吧, 多少有点名不负实。 除了逃跑的能力可圈可点, 他的军事生涯中并没有多少娇人的战绩, 而真正让他名声大噪的, 还要数在泰国曼谷说的一句狂言。 1953年, 李弥在泰国曼谷回答一位媒体女记者的提问, 李先生, 外面称您为云南王, 您打算什么时候返回省会昆明?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 用官场的套话也能应付, 但李弥随后说出的一句话, 不仅震惊了世界, 同时还让蒋介石猜忌之心顿起, 之后更是被蒋介石软禁到死, 那么李弥究竟说了什么狂妄之语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李弥, 那么可以说他是校长的好学生, 民国的大忠臣, 新三角的老祖宗, 最后一个跟中共正面硬钢的铁头娃。 1922年, 李弥进入了黄浦军校第四期, 要说黄浦四期, 那可算得上是将星云集, 比如张灵甫, 林彪, 狐脸, 都是这一期的。 虽说李弥在战场上和他的这些同学比起来没什么存在感, 但也是有些高光时刻的, 比如在1941年的宜昌祖机战中, 他用山炮狂轰日军宜昌机场的油库, 烧毁了21架敌机。 1944年, 李弥奔赴滇西松山战场, 加入中国远征军, 打响了松山战役, 虽说此战伤亡比较大, 但最终还是胜利了, 之后国共双方开始了内战, 战败后蒋介石让他以第十三兵团司令, 第八军军长的身份, 带着残部去了云南, 操练新兵, 准备反攻, 但等到1950年中共进入云南之后, 李弥的军队主力被无情歼灭, 李弥本人坐飞机逃往台湾, 他的残余部队逃到了缅甸, 逃到缅甸的这支残军1500余人, 由709团团长李国辉领导, 后来一些参加过缅甸远征且留在滇南的一些国民党复原军人也加入其中, 他们组成了一个临时指挥部, 自行命名为复兴部队, 人数在2200人左右, 打响名号后, 李国辉收编了当地的土匪和地主武装, 并陆续又收拢了一些国民党溃兵, 将部队扩充到了3000余人, 成为缅甸、老挝、泰国边境的最大武装力量, 而他们休养生息的地方, 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金三角, 当时这个地区就已经因为毒品生意鱼龙混杂, 现在又突然冒出来一个国军残佈, 那真是乱出了新高度, 而且这毕竟是在缅甸境内, 你一个外国军队驻扎在一个主权国家, 还迟迟不走休养生息, 你想干什么? 缅甸政府坐不住了, 他们生怕出现一个国中国, 因此决定出兵把国军部队给赶出去, 为了剿灭国党残军, 缅甸政府派出了12000名国防军, 还配备了战斗机、重炮和重机枪, 但战斗的最终结果是, 李国辉率领3000人把上万缅军打得落花流水, 并在之后数次击退缅军的进攻, 这件事被泰国、新加坡的媒体大肆报道, 李国辉和国军残佈打败缅军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台湾, 蒋介石火速召见李迷, 并对着李迷大骂, 一支这么能打的部队就扔在缅甸? 骂完后,就派李迷前往缅甸, 希望能把金三角打造成为反攻大陆的南方基地。 1950年秋天, 李迷借到香港, 经泰国抵达缅甸, 李国辉等人当场表示效忠党国和校长, 愿听从李迷指挥, 交出了军权。 在李迷的苦心经营下, 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接近3万人, 控制面积达到了20万平方公里, 超过台湾的7倍, 而且取得了缅甸境内的 反政府匪军和土司武装的支持。 随后李迷带着部队跑到云南 象征性地搞了几次进攻, 每当解放军准备回击的时候, 国军就赶紧往缅甸跑, 一来二去糊弄一下老蒋, 还骗了不少美国的援助和装备。 1952年10月, 美军在上甘岭战役中惨败, 从此朝鲜战场陷入了彻底的沉寂, 台湾国民党想借着朝鲜战争 反攻大陆的美梦也破产了。 缅甸政府觉得时机已到, 1953年5月, 缅甸政府花费重金, 聘请了4000多名印度精锐军队, 以志愿军的形式入缅参战。 缅甸方面则出动1.6万名军人配合, 调集飞机大炮, 全面围剿金三角的国军残部。 虽然李梅前期打得比较艰难, 但最终印缅联军还是被国党用穿插维艰战术再次打趴, 印度4000人的雇佣军最后只逃回去300多人。 经此一战, 李梅率领的国军算是在金三角彻底站稳了脚跟, 春风得意的他, 在面对媒体记者提问的时候, 就说出了那句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的狂言。 实话告诉你们, 我李梅要做云南王不太容易, 但是做缅甸王却一如反掌, 关键看我想不想做。 缅甸政府一听这哪受得了, 太欺负人了。 于是他们撸起袖子, 找联合国告了一状, 毕竟打又打不过, 只能告告状了。 联合国认可了缅甸中央政府的诉讼, 认为残军滞留第三国在法理上确实说不过去, 于是责令台湾国民党当局处理。 而李梅这段话经过多家媒体的报道之后, 不但震惊全世界, 也引起了蒋介石的猜忌。 最终,由于缅甸王一词的发酵, 台湾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从缅甸撤军, 但有相当数量的残军仍留在金三角, 而李梅回到台湾后, 立刻受到了心通软禁的待遇, 余生再也没有离开过台湾。 另外要说的一点是, 当时李梅站稳脚跟后, 由于人数太多, 军费就成了摆在李梅面前的首要问题, 可当他看到漫山遍野的因素花后, 又觉得一切都不是问题。 随后, 李梅召开了第一届鸦片贸易协商会议, 把金三角所有的吐司全都叫到一起, 共同商讨往后的游戏规则。 在李梅的指导下, 金三角的贩毒事业上了一个新台阶, 毒品产业开始集团化、军事化。 李梅的这套以毒养军, 以军互毒的模式, 随后推广到了全球, 金三角也成了全球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 之后缅甸军队也曾数次派遣军队, 对残余的国军进行过军事打击, 但面对已成气候的国军力量, 终究是数多胜少。 日后的大毒肖昆沙, 这时候还在国军队伍中当一个小小的排长, 还跟随李军长, 在耳濡目染中将李军长的军事化贩毒模式, 全都记在了小本子上。 日后, 他也即将成为金三角这一片的霸主, 这当然也是后话了, 但李梅和他的国民党军队, 无疑是那个年代, 金三角地区最为强悍的存在。 1948年底, 徐霸会战已经进入到了尾声阶段, 蒋介石见败局已定, 于是, 便打算撤逃到台湾, 在制定撤退计划的会议上, 他反复对属下强调了三位高官太太的名字, 并嘱咐到一定要将他们带到台湾去。 后来, 在撤退时, 国民党将士严遵蒋蒋介石的指令, 提前准备好了逃生用的船只, 将这三位国民党军官太太带到了台湾。 那么, 这三位高官太太都是谁? 来到台湾后, 他们的结局如何? 1948年, 在庐山避暑的黄为, 接到了蒋介石紧急调领, 让他立马赶回武汉。 而他的妻子蔡若暑正在运中, 非常需要丈夫陪伴, 面对要离去的丈夫, 他不止一次的挽留, 但每次的挽留都被黄为拒绝了。 他告诉蔡若暑, 自己在战场上征战了这么多年, 命打得很, 肯定不会有事的。 然而, 此时的两人都未曾预料到, 这一别竟离别了27年。 11月25日, 解放军在双堆极战役中, 将黄为的上万大军揭秘, 并活捉了黄为。 当时, 蒋介石得知了黄为被俘的消息后, 亲自作出指示道, 黄为的失利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如果将他被俘的消息放出, 国军的军心必定会更加溃散, 所以国民政府需要对外宣称黄为阵亡。 在蒋介石的指示下, 国民政府将黄为包装成国民党的战斗英雄, 大肆宣扬他阵亡的消息。 彼时的蔡若淑在得知消息后, 有感天要塌下来班, 她回想起丈夫临行前信誓坦坦的保证, 更觉得悲伤难忍。 这一天, 蔡若淑抱着自己的女儿, 失声痛哭了许久。 播交后, 国民政府为黄为举办了盛大的追悼会。 蔡若淑在警务员的搀扶下, 来到了追悼会现场, 在看到四周的记者时, 她只觉得心寒不已, 如果让她来操办丈夫的葬礼, 她必定不会搞得如此隆重。 她没想到, 丈夫死后, 还沦为了国民党手中, 用来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 播交后, 国民政府以安全为由, 将蔡若淑带到了台湾。 来到台湾后, 蔡若淑几乎每日都茶饭不思, 她脑中不断回想着丈夫的过去, 怎么想都觉得丈夫是个命打的人, 不可能轻易地死去。 于是, 不肯轻易相信丈夫死去的蔡若淑, 刚来台湾没几月, 便又返回到了大陆。 来到大陆后, 她四处打听黄韦的消息, 在得知黄韦魏镇王被俘获的消息时, 蔡若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开心过后, 她回想起了国民党宣扬黄韦镇王的谎话, 对国民党政府既心寒又失望。 自此以后, 蔡若淑便留在了大陆生活, 她在上海找了一份图书馆工作, 默默等待着丈夫被释放。 1959年, 当她得知国家要特赦战犯时, 开线了好几天, 她不断期待着丈夫被特赦。 然而, 当特赦名单正式出来后, 蔡若淑却失望不已, 因为她的丈夫并不在名单之列。 其实, 黄韦之所以没被特赦出来, 是因为她改造的过程中拒不配合。 根据一些同期战犯的回忆所述, 黄韦在管理所内, 一再拒绝写回过书, 并且就连日常的阅读, 学习任务都不曾完成。 当时, 另一名国军高级军官战犯杜玉明, 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 曾写下了万字读后感。 黄韦得知这件事后, 还将其行为痛骂了一顿。 黄韦直到1975年特赦最后一批战犯时, 才被放了出来。 蔡若淑得知她被特赦的消息后, 立马赶到了所居住的酒店, 再次相见, 两人都以白发藏藏。 蔡若淑抱着黄韦哭了许久, 才将她放开。 但两人的相遇, 并未给蔡若淑带来一个好的结局。 在等待黄韦回来的二十多年, 蔡若淑的精神早已被折磨崩溃。 丈夫回来后, 她的心情看似有所好转, 却陷入到了患得患失的境地。 当时, 黄韦在正邪上班, 蔡若淑每日都要在房门口送丈夫上班, 到了丈夫下班的点。 她便会守在房门口等待丈夫回家。 一旦丈夫晚回家一会儿, 她便要连番追问与丈夫争吵, 随着时间的流逝。 蔡若淑的精神症状越来越严重了, 她患上了幻听, 耳边时时刻刻都充斥着。 别人要把自己丈夫抓走的声音, 在这样的精神压力下, 她渐渐走向了崩溃。 某天晚上, 她趁着丈夫黄韦离开之际, 偷偷地溜出了家门。 之后, 她走到了湖城河旁, 看着眼前流汤的河水, 她拳头一握, 普通一声跳入了河中自杀。 黄韦有所察觉时, 已经为时已晚了。 但晚, 她急匆匆地来到了湖城河旁, 搜寻着妻子的踪影, 可最后找到的, 却是妻子冰冷的尸体。 这是她人生中最为崩溃的一晚。 而她也在这一晚认识到了错误, 如果她能早点洗心革命, 早点被释放出来, 能早一步与妻子相见, 她的妻子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然而回忆晚已, 时光是永远不会倒流的。 1947年, 张灵府的七十四师在孟良谷战役全军覆没, 在这场战役中, 蒋介石曾派第83整编师长李天祥, 第25整编师长黄伯涛支援, 但站直最后, 李天祥却为求自保临阵脱逃, 而黄伯涛用一整室的兵力, 却迟迟攻不下一道马天理。 毫无疑问, 这场战役的主要责任肯定在这两人身上刚开始。 蒋介石也是决心要杀这两人的, 但经过反复的思考后, 他还是选择了妥协, 只是将黄伯涛撤职留任, 李天祥撤职入狱。 国民党内部的风波斗争, 并未传到张灵府支其王玉玲的耳朵里。 就这样, 蒋介石一手袒护着李天祥等国民党将领, 一手又大发慰问金, 抚恰着王玉玲的心情, 可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两面派, 虚伪至极。 除此之外, 蒋介石还将张灵府宣传成了国民党第一中领, 并把王玉玲奉为国民党的第一猎属, 以赐为军中的政治宣传, 维护军中的统治。 正是因为政治需要, 所以, 1948年末, 国民党在败局一定的情况下, 蒋介石特意嘱咐属下, 将张灵府的妻子带到台湾, 而王玉玲来到台湾生活后, 虽然身份上是第一猎属, 但抚恤金却少得可怜, 每月只能领取几件面, 并且就连领取这些东西, 都需要王玉玲办复杂的手续。 让王玉玲更痛苦不堪的是, 台湾的国防部, 在每年的5月16日, 都会为张灵夫举行追悼会, 而王玉玲作为他的遗孀, 自然要出席参与, 王玉玲非常讨厌这种走行式的追悼会, 更何况, 来参会的国民党官员, 几乎无一人真诚悼虑, 所以, 参加追悼会变成了王玉玲的灵魂折磨, 在不堪重负下, 王玉玲独自逃离了台湾, 来到了美国度日, 在美国时, 他经常对人提起国民党给他的微薄待遇, 可身边的人却都不信他的话, 他们都说, 国民党肯定不会亏待第一猎属, 由于别人不信自己所说的话, 所以王玉玲在后来, 便再没提起过这件事, 在美国度日时, 因为要抚养孩子, 生活过得很是拮据, 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而王玉玲的这种情况, 直到1970年才渐渐被改善, 当时, 我国在得知他的情况后, 立即发出了回国邀请, 王玉玲收到回国信函时, 感动了流下了眼泪, 他没想到, 最后帮助自己的, 竟然不是国民党, 而是曾与丈夫为敌的共产党, 这令他感激不已, 就这样, 王玉玲带着自己的孩子, 回到了祖国度日, 在祖国的帮助下, 他的生活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 此外, 他的丈夫张明府, 也得到了国家公正客观的评价, 2005年, 即抗日战争60周年, 祖国为了表彰张明府的爱国刑警, 特意给张明府颁发了抗战奖章, 由于丈夫已经逝世, 所以王玉玲带为领取了奖章, 在拿到奖章的那一刻, 他眼中含满了泪花, 在这之后, 王玉玲一直定居在大陆, 从未离开过, 而他, 也在晚年过起了子孙满堂的幸福生活, 叶霞迪在国民党军统区做事, 是戴笠手下的一名女特工, 当时, 胡宗南来军统区办事, 在看到戴笠身边这位绝色美女时, 一眼便一见钟情, 难以对其忘怀, 在这之后, 胡宗南曾多次拜访戴笠, 每次拜访时, 都会忍不住多看叶霞迪几眼, 胡宗南的反常, 很快便被戴笠发现了, 为了控制胡宗南, 让其为自己卖命, 在胡宗南再次拜访时, 戴笠随意找了个借口便离开了, 把空间留给了叶霞迪和胡宗南两人, 就这样, 戴笠凭借着这样的办法, 让胡宗南与叶霞迪多次相处, 而胡宗南也陷入了戴笠布置的情网中, 与叶霞迪互诉中常, 谈起了恋爱, 作为情产老手, 戴笠身之要一直吊着胡宗南, 因为只有这样, 胡宗南才会对叶霞迪更加不可自拔, 所以, 戴笠便叶霞迪送到了美国留学, 在长达数年的留学之旅中, 就连叶霞迪都没想到, 胡宗南竟然一直等着自己从未结婚, 因为按照胡宗南的官职和年龄来看, 早已该有太太了, 但胡宗南却在众人的非议中, 一直等着自己, 这令叶霞迪很是感动, 1947年, 蒋介石批准了胡宗南的婚事, 此时的胡宗南已经52岁了, 结婚当天, 他看着貌美的叶霞迪感慨地说道, 现在我老了, 其实你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夫婿, 而不是我, 叶霞迪坚定地对胡宗南说, 我等了你数年, 你也等了我数年, 如果让我放弃, 我绝对不同意, 就这样, 叶霞迪和胡宗南长达数年的恋爱, 终于有了结果, 1949年, 叶霞迪跟随胡宗南拜逃台湾后, 并未过起世人眼中, 军官太太该过的人上人生活, 由于胡宗南此前的大部分工资, 都用到了售买人心, 只人下属身上, 所以, 来台湾后的胡宗南并没有多少钱, 再加上, 胡宗南被蒋介石调人为了总统府战略顾问, 身上也无了兵权, 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光感私利, 所以, 昔日的一些朋友也纷纷冷落了他, 在如此困难的境地, 叶霞迪并没有抛弃胡宗南, 他将自己的一些首饰贬卖, 熬夜写作投稿赚钱, 渐渐撑起这个家, 使家庭的日常生活得以维持, 就在叶霞迪看到生活的盼头时, 却不料胡宗南的身体出了问题, 1962年, 胡宗南逝世, 叶霞迪陷入到了极度悲伤中, 他回忆起与胡宗南相识, 相知的过程更是觉得苍天不公,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 他一直郁郁寡欢, 未能从丈夫离去的噩耗中走出, 于1981年在台湾病逝, 一天傍晚, 蒋介石正坐在桌子前写着审问, 突然, 雨滴打在防瓦上, 传来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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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的声音, 他起身走到窗前, 推开窗子, 背手站立着, 夜幕中不断有雨连飘过, 他的眼神仿佛失去焦距一般, 静静地望着远方的黑暗, 虽然这一画面看起来十分有宁和意境, 但实际上却是杀意盎然, 蒋介石背后的书桌上放了一张纸, 纸张的开头赫然写着四个大字, 必杀名单, 随后出现的是四个名字, 而最后那个名字甚至连墨迹都未干, 在北伐时期, 李宗仁和蒋介石的关系表面上看是相当不错的, 两人甚至还结拜成了异性兄弟, 只不过当时军阀之间结为兄弟是一种时尚, 这种结拜都是为了利益而暂时走到一起的表现, 蒋介石一生当中结了多少兄弟, 恐怕多得连蒋介石自己都记不得了, 而李宗仁心里很清楚, 蒋介石跟他败靶子无非是看中了他手上强大的贵君, 拉拢只是为了让贵君替他老蒋卖命而已, 因此虽然两人表面称兄道弟, 但其实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抗日战争结束后, 国共双方开始打内战, 1948年的一件事情, 让蒋介石坚定了除去李宗仁的决心。 1948年3月, 国民党召开了民国第一届国民大会, 大会主要内容是选举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和副总统, 并且要开始实行中华民国宪法。 在这次选举中, 蒋介石毫无悬念地以高票当选为总统, 而他特别关照的副总统候选人松科, 却被贵系军阀支持的李宗仁击败。 当选后的李宗仁非常高兴, 曾问过蒋介石, 参加就职典礼的时候穿什么衣服好? 蒋介石说穿军装比较好, 可是到了第二天, 蒋介石却穿了一身长袍马褂出场。 李宗仁在一旁穿着军装, 两人在台上的时候, 李宗仁仿佛就是蒋介石的副官。 在这个环节上, 蒋介石摆了李宗仁一刀, 可李宗仁想不到的是, 这个时候他已经上了蒋介石的暗杀黑名单。 对于李宗仁的政治野心, 蒋介石自认是忍无可忍, 但明面上他又处于劣势, 于是蒋介石就想到了暗杀。 暗杀李宗仁的是当时军统中的王牌杀手沈罪, 为了刺杀这位大人物, 他们已经精心计划了两个多月, 可就在行动的前一天, 沈罪却接到了暗杀取消的命令,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蒋介石犹豫了, 1949年初, 蒋介石的主力基本被全奸, 而李宗仁还掌握一部分贵戏武装。 如果此时李宗仁突然被暗杀, 那么蒋介石恐怕也难有好下场, 而且蒋介石已经决定跑路台湾, 需要一个人给他争取时间。 身为副总统的李宗仁自然是不二人选, 之后虽然蒋介石还想动手, 但已经没有机会了。 蒋介石第二个想杀的人是汪精卫。 1938年7月, 日本决定撇开蒋介石又降汪精卫。 12月, 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宴殿, 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 但第二天, 汪精卫就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 对于汪精卫的建议, 蒋介石也很快就做出动作, 他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 同时要求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 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 在蒋介石下这个决定之前, 他还是对汪精卫抱有一丝希望的。 但汪精卫对蒋介石 可从来没抱什么希望, 断然拒绝了蒋介石希望他回去的请求。 拒绝了蒋介石后, 汪精卫也明白, 蒋介石必然不会让他活着回到南京, 因此他白天在北房起居会客, 晚上去别的房间睡觉。 军统的刺杀人员也因为情报不准确, 误以为北面大监是汪精卫的卧室, 最终刺杀失败。 1944年, 汪精卫死于日本明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 最终被安葬在南京名校林前的梅花山。 1945年8月, 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准备从重庆还都南京, 想到汪精卫墓地就在中山林部远处, 蒋介石越想越生气, 加上国人对汪精卫深恶痛绝。 于是, 他授意陆军总司令和应钦, 组织人员在正式还都前炸掉墓地。 1946年1月21日夜, 汪精卫的坟营被炸开, 汪精卫的尸体和棺木被抬上卡车, 直接送到清凉山火葬场。 为了达到毁尸灭迹的效果, 汪精卫尸体跟棺木一同被推进最大的焚尸炉里, 火化时还用鼓风机朝炉堂里送风, 汪精卫的骨灰就这样随着烟颂飘走, 在南京茫茫夜空中消失不见。 对于名单上的最后两人, 大家也都不陌生, 那就是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和杨虎成。 1936年, 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但蒋介石依然坚持奉行,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拒绝联共抗日, 于是在12月12日, 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了西安事变, 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 并囚禁陈城等十余人。 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 连共抗日。 25日, 蒋介石获释, 由张学良陪返南京, 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蒋介石飞回南京后, 立即把张学良拘禁起来。 返回南京的蒋介石可以说是怒火中烧, 西安事变使他名誉受损, 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的罪人, 而且国家最高领导人竟被手下给扣了, 这让他的面子往哪搁? 今天没杀不代表以后不杀, 留两人在身边, 早晚还是心腹之患。 因此蒋介石是想杀掉张学良的, 但最终还是没有下手, 原因很多, 首先就是近20万的东北军还在, 扣住张学良会引发内乱, 但是真杀了张学良, 这20万兵极有可能彻底造反, 更严重的还可能投向红军, 那对老蒋来说麻烦就大了。 其次, 张学良对蒋介石来说是有大功的, 当初蒋介石能够在表面上完成统一, 张学良可是帮了大忙, 尽管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有过, 但功要大于过, 至少是功过两敌, 不好杀。 然后, 蒋介石也要考虑宋氏兄妹的态度, 当初在西安, 宋美玲和宋子文那是打过包票的, 保证张学良平安回去, 现在老蒋变卦, 让兄妹二人确实非常尴尬。 最后, 在蒋介石的心中, 张学良就是个年轻气盛的官二代, 做事情鲁莽冲动, 并非西安事变的元凶, 他认定了老成的杨虎成才是主谋。 据说, 当时杨虎成已经把枪口顶到蒋介石的头上了, 但张学良从中阻拦, 使杨虎成没能如愿, 这也是蒋介石后来为什么要杀杨虎成的原因之一。 与张学良相比, 杨虎成就不是那么幸运了, 西安事变后, 杨虎成失去了对西北军控制, 被迫去欧洲出国考察。 七七事变后, 他多次致电要求回国参战, 1937年12月, 他偷偷回国被捕, 此后一直被关押12年。 1949年9月6日, 国军弃手重庆前夕, 毛仁凤收到蒋介石指示, 杀了杨虎成一家, 而必杀名单上的四人, 也就只有杨虎成, 算是真的死在了蒋介石的手上。 众所周知, 1949年国共内战, 国民党不敌共产党, 最终, 蒋介石带着嫡系人马和大量金银财宝败退台湾, 解放军虽然有心打上台湾岛, 但金门战役的失利, 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的阻碍, 再加上当时装备上的不足, 使得这一想法并没有得到实现。 熟悉那段历史的观众肯定知道, 蒋介石对于败在中共之手是很不服气的, 一到台湾就立马打出了反攻大陆的旗号。 可既然要反攻大陆, 为什么要选择台湾, 而不是近一点的地方呢? 根据学者研究发现, 原来台湾当时并不是蒋介石的唯一退路, 他还有其他众多选择。 除了台湾, 蒋介石还有一条退路, 就是云南。 1949年9月21日, 云南省主席卢汉得到了一个让他吃惊的消息, 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乘飞机来到了昆明, 蒋经国的到来自然受到了卢汉的热情款待, 但卢汉心中却充满疑惑, 这个大公子好端端地到昆明来干什么? 在欢迎宴会上, 卢汉试探地问蒋经国, 总裁在重庆公务很繁忙吧? 蒋经国回答说, 总裁近日很忙, 来不了昆明, 所以让我来看一看。 卢汉对于蒋经国的回答, 其实内心已经有了一些模糊的想法, 而蒋经国来昆明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为蒋介石来昆明投石问路, 此时国军的败局已定, 因此蒋介石便决定给自己找个退路, 台湾虽然确实是一个好地方, 但对于一个想要反攻大陆的人来说, 其地理位置着实不变, 反观云南, 不仅有三江天县, 还有滇西峡谷, 异守南宫, 是东山再起的好地方, 而且跑到云南也还有退路, 身后就是滇缅公路, 可以撤退到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最关键的一点是, 离开大陆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 蒋介石还是希望能够守住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土地, 因此蒋介石当时还立了一个八字方针, 确保西南反攻复国, 而云南的实际领导人卢汉在1949年1月21日, 得知蒋介石通电下野后, 就对局势变得非常悲观, 因此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 卢汉便开始和共产党秘密接触, 当时与蒋介石有怨的前云南网龙云在香港说, 云南应该投共, 一时间人心惶惶, 蒋介石为了防止再出现类似的事情, 于是电照卢汉到重庆, 卢汉这时候哪还敢去重庆, 以身体不适为借口, 推脱不去, 卢汉拒绝来重庆, 让蒋介石疑心大气, 他在让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 给卢汉打电话催促的同时, 也做好卢汉如果投共, 立刻进行军事解决的准备, 在蒋介石的受益下, 总参谋长顾铸彤给第八军军长李弥, 二十六军军长于成万下达了向昆明集结的命令, 在张群的连番催促下和李弥于成万的军事压力下, 卢汉硬着头皮, 冒着被软禁的危险, 于九月六日乘飞机到了重庆, 蒋介石见卢汉来了, 心中也就大为放心, 在对卢汉抚慰一番后, 便将卢汉放回去了, 蒋介石没有扣留卢汉并非是对他有多信任, 而是怕扣留之后云南会出现变乱, 毕竟云南还有好几万的保安部队, 之后便接上了开头蒋经国来云南的一幕, 令卢汉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第二天, 蒋介石竟然也乘坐专机来到了昆明, 还到卢汉的家里吃了顿饭, 在宴会中, 蒋介石对卢汉说, 现在形势已经十分危急, 你一定要守住云南, 而卢汉虽然知道这是一个扣押蒋介石的好机会, 但他当时并未下定决心, 因此并未做任何动作, 而蒋介石虽然嘴上勉励不断, 但显然对卢汉的政治态度是有怀疑的, 因为蒋介石在下飞机前要求飞机引擎不许熄火, 显然是做好了随时撤离的准备, 蒋介石这次到昆明待了不到五个小时, 随后便带着蒋经国匆匆离开了, 蒋介石此次前来的目的, 其实就是想看一看卢汉究竟有没有问题, 在和蒋介石的交谈中, 卢汉表现得很得体, 也让蒋介石暂时放下心来, 不久,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入贵州, 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飞到昆明给卢汉打气, 12月7日, 张群从成都飞往昆明, 一方面是为朋友打气协防, 一方面则是监视卢汉防止其投共, 而卢汉见解放军已经越来越近, 便决定不再拖延, 在12月9日, 卢汉借西南长官张群第44到昆明之际, 以西南公署之名召集诸多将领高官议事, 并将他们缴械扣押, 宣布投共, 得知卢汉投共的消息, 蒋介石也是有所准备, 卢汉在10日通电全国, 13日, 蒋介石才从新津机场飞往台湾, 同时下令国民政府从成都迁往台湾办公, 在飞机上, 蒋介石看着云南方向, 他知道他可能再也不能回大陆了, 除了云南, 蒋介石的另一个退路选择在了菲律宾, 蒋介石最终退往台湾, 其实是早就计划好的了, 云南可以说是蒋介石想要留在大陆的一种尝试, 而在到达台湾之后, 蒋介石也并未完全放下心来, 因此他还给自己选择了另一条退路, 那就是到菲律宾建立流亡政府, 当时的菲律宾是个只会找大哥要钱的穷小子, 美国人为了甩掉这个包袱, 就让菲律宾在1946年独立, 蒋介石为了给美国撑场面, 立刻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49年7月, 蒋介石飞往菲律宾, 名义上是和菲律宾总统纪里诺商讨反共联盟的事宜, 实际上还是想给自己找条后路, 会谈结束时, 记者问菲律宾总统纪里诺, 如果蒋介石兵败大陆, 会不会在菲律宾建立流亡政府? 纪里诺十分爽快地说, 菲律宾欢迎蒋政权, 只要提前告知政府人员数量即可,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流亡菲律宾可以说是聚首台湾者的最后出路, 也是蒋介石的最佳选择。 除了菲律宾外, 蒋介石当时还考虑过海南岛, 但是和台湾相比, 海南岛距离大陆太近, 比不上台湾还有海峡这道天窃, 而且台湾还有完善的公共设施, 和日战时期留下来的工业基础, 因此台湾确实是当时蒋介石最好的选择。 虽然说蒋介石选择台湾退守这件事做得很到位, 可惜的是他也没想到, 这一走便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一直到他离世, 也未能再见家乡一眼。 中国人传统的落叶归根之说, 对他蒋介石恐怕就是一种难言之痛了。 1949年, 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军面前节节败退, 中共逐渐取得了大陆的实际统治权, 蒋介石掩见此等劣势, 便开始将部队向台湾、海南和金门这些岛屿转移, 希望以此来钳制大陆, 作为将来反攻大陆的基地。 而解放军自然是不愿意放虎归山的, 但接下来的几场战役, 却着实让人看得不太明白。 在金门这个只有151平方公里的小岛上, 4万国军打了内战后期败退过程中少有的一场胜仗, 反而是在海南这个3.2万平方公里的大岛上, 10万国军被打得溃不成军, 为什么蒋介石守得住台湾, 却守不住海南呢? 1949年6月以前, 国民党军根本未在金门上设防。 直到6月中旬, 厦门要塞司令部才成立金门要塞总台, 从这时起才开始在岛上构筑攻势, 铺设通信线路。 8月起, 随着福建战事的发展, 国军开始逐步增强金门的防御。 在进攻金门之前, 国军在福州战役、 厦门战役中的糟糕表现, 使解放军上下都产生了轻敌心理。 中国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 也曾在《论金门战役检讨》中指出, 解放军北打平坦, 南打厦门, 这两战后, 他们上到统帅, 下到裂兵, 都认为拿下全中国指日可待。 具体有多骄傲轻敌呢? 当时解放军, 时兵团司令员叶飞 在对28军副军长萧峰的部署时说, 传递金门, 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 不等待, 不犹豫, 向离猛插。 这种不考虑后援和国军数量的打法, 很快就让他们吃尽了苦头。 在长江战役后, 国军的战斗力不是不行, 而是因为战略性撤退的需要, 放弃了杭州、 平坦乃至厦门等地。 除了轻敌外, 解放军的海战经验也不足。 1949年的解放军, 陆战内航, 海战外航。 当时解放军并没有相关海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 而且还缺乏渡海工具。 传统的渡海作战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就是, 一是, 第一波攻击要具有突破防线并向纵身发展的充裕力量, 因此对渡海工具要求甚高, 二是, 要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 金门之战, 解放军除了轻敌之外, 就败在这两条上。 相反, 再看金门岛上的国军, 在明知退无可退的情况下, 他们一扫在大陆时的颓丧之气, 彻底改头换面, 精神十足。 此后, 兵团司令李良荣又烧回岛上全部船只, 以告诫所有官兵, 已无退路, 若想求生, 唯有背水一战, 如有降者, 无论任何官阶, 任何士兵都可将其击毙。 如此困兽之斗最为可怕, 加之国军汉将胡连的第十二兵团 万余人复原登岛, 金门的守备力量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1949年的10月24日, 解放军向金门贸然发起攻击, 而结果却是登岛的三个团 被国军团团围住, 想要撤退时, 又因退朝船只搁浅在海滩上, 被国军飞机全部炸毁, 最终导致孤立, 约九千名解放军在金门全部阵亡或被俘虏。 当金门战役获胜的消息传到台北, 蒋介石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他太需要一次胜利了。 可还没等蒋介石高兴多久, 一个坏消息就传了过来, 海南岛没了。 1949年12月, 薛岳担任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 统一指挥集中在海南的国民党海陆空三军, 总兵力大约十万人, 薛岳不愧为国军名将, 很快就根据海南岛的地形情况, 布置三道防线, 沿海地带为第一道防线, 穷山县一县为第二道防线, 海口市为核心第三道防线, 薛岳还将这三道防线称为柏陵防线。 柏陵正是薛岳的婊子, 他正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显示必胜的决心, 但这种信心不过是宣传的需要罢了,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 薛岳心里很清楚, 当初金门之所以能大胜, 其实靠的就是兵力空间比。 在那个面积150多平方公里的金门岛上, 汤伯恩、胡连等人集结了四五万的人马, 反观自己虽然有十万之中, 但海南岛的面积是金门的多少倍, 处处设防就等于处处不设防。 此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对比金门, 此时的海南已被中共游击队所渗透。 薛岳除了在正面要应对渡海来的共军部队外, 还要留下一部分的预备队, 来防止中共穷牙纵队的偷袭。 因此, 海南岛上的国军名义上有数万之中, 但实际上可算作战斗力的人员少之又少。 在薛岳为了布防而忙得辗转反侧的时候, 解放军那边也愁愁不定。 金门战役是内战时期, 解放军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役, 可以说全军覆没也不为过。 与金门岛相比, 海南岛的面积更大, 而且离大陆更远。 金门作战的失利, 使解放军普遍对渡海作战产生了一定的畏惧心理。 直到1950年4月16日, 解放军第40军军长韩先楚率领八个团共2.5万人的兵力, 乘坐380艘母帆船, 32艘机帆船, 从雷州半岛起航, 在付出了巨大的损失后, 最终突破重围,登陆海南岛。 随着共军部队的登岛, 战局也就不用再说下去了。 薛岳为了保存实力, 为将来有能力反攻大陆, 将国军尽数撤到了台湾。 1950年5月1日, 解放军全面占领海南岛, 中华民国政府完全退守到台湾 及华南沿海领散岛屿。 最后, 再让我们回到视频开头的那个问题, 为什么蒋介石守不住海南, 却守得住台湾呢? 解放军能够打下海南岛, 除了以上所说的几点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 中共早在1945年的时候, 就占了60%的海南岛。 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岛上的人基本上被中共渗透得差不多了。 比如说, 在海南岛战役中, 出了大力气的琼崖纵队, 其规模大概在15000人。 要不是后来, 薛岳带着广东的国军残部来到了海南, 琼崖纵队自己就可以解放海南岛。 除此之外, 国军队于驻守海南岛的意愿其实也并不强烈, 他们还是希望把兵力聚在台湾一处, 不然也不会东北野战军刚登陆, 薛岳就坐船去台湾了。 而蒋介石能够守下台湾的原因也很简单, 美国当时已然意识到国家间意识形态对峙的严峻性, 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便毅然决然地派遣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 阻止解放军攻打台湾。 但话又说回来, 解放军当时既没有大型的海军战舰, 也没有有效的空中力量。 台湾当地也没有本土势力接应, 即便没有美国第七舰队进驻, 想要跨过130公里的海峡解放台湾, 也绝不是一件意识。 而在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掌控制海权后, 解放军也彻底丧失了占领台湾的机会, 两岸开始了长期的对峙局面。 1945年, 先是苏联一举击溃日本关东军, 后是美国在广岛, 长期投下的两颗原子弹, 再也无法承受更多打击的日本, 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 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 当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回中国国内, 神州上下张灯结彩, 一片欢腾。 但是, 在这样一片幸福祥和的氛围中, 中华大地上依旧暗流涌动。 日本人投降了, 原本一直压在彼此矛盾之上的民族矛盾不见了, 解放战争, 几乎在抗日战争结束的同时就开始了。 从1945年8月到1949年9月, 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行, 期间, 现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 之后, 通过三次大规模会战击溃了国民党主力。 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后, 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 使得国民党政府名存实亡。 最后, 仅有少部分国民党军队与高官要员, 随蒋介石逃往东南宝岛。 蒋介石生平有一习惯, 写日戒。 伴随着上世纪与近些年来对民国史料的整理研究, 我们发现, 蒋介石仅现存的日记, 就贯穿了从1915年到1972年这半个多世纪, 让人惊奇的是, 蒋介石日记的内容不仅全部以凯提手写而成, 期间甚至很少断更。 而在蒋介石逃亡台湾后的几日记中, 不乏有对往事的反思, 其中他认为, 导致他败退台湾的罪魁祸首有此三人。 一曰, 美国马歇尔, 二曰, 苏联斯大林, 三曰, 贵系李宗人, 马歇尔和许人也 马歇尔, 全名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 一位美国知名的军事家、 政治家、 外交家。 1901年, 他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 此后曾两度赴菲律宾担任军官。 一战爆发后, 他凭借着在一战中的出色表现得到赏识, 成为了美国远征军司令英雄潘兴的助手。 一战后, 世界在暗流涌动中维持脆弱的和平, 而马歇尔在这段时间里, 被任命为美军驻天津第15步兵团的副团长。 在这段时间里, 他自学了中文, 也就为以后他再度出使中国埋下了原因。 二战爆发后, 马歇尔在1939年担任了美国陆军参谋长, 为美国在二战中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二战结束后, 在美国人的眼中,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 可谓面临着一次实现国内和平, 迎接自由与民主的历史机遇。 但是与之相对的是, 爆发内战的可能性, 也一直如同一朵巨大的铜云斑, 笼罩在这个刚刚实现和平的国家的正上方。 对此, 其实早在1944年, 美国驻中国大使就曾飞抵延安, 就中共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 以及能否与国民党组成联合多党派政府等事件, 进行了协商与建议, 最终双方达成了五条协定草案。 当这条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之后, 蒋介石就改组多党制政府这件事, 表示了明确的拒绝。 1945年, 国共、双十协定在重庆签署, 但蒋介石很快就单方面撕毁协议, 派兵攻打中共分布在各地的根据地。 眼看中国内战的可能性似乎愈加增强, 美国担心, 一旦中国爆发内战会影响美国的在华利益。 杜鲁门政府短暂考虑后, 急忙派遣马歇尔这位比较了解中国, 身份份量也足够的将领作为特使, 用以调停国共两党纠纷。 在马歇尔赴华就任前夕, 杜鲁门明确告知马歇尔他去往中国之后的任务, 即说服中国南京政府召开包括有个主要政党的国民会议, 以实现多党制与中国统一, 此外还要说服双方停止在华北、东北等地的敌对活动。 怀描着这样伟大的目的,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20日抵达上海, 并于次日与蒋介石会面, 22日又与中共代表人见面。 不得不说, 马歇尔抵达中国之后, 还是为国共双方的和平共处, 做出了许多积极努力的, 不仅促成了冲突时, 两党之间的沟通渠道三人小组, 也在一些诸如接收投降日军, 军队国军化之类的国共矛盾尖锐问题上达成一定妥协。 但是这种局面在马歇尔回国术治后不久, 就迅速恶化, 国共双方再次在华北、东北等地展开针尖对脉盲的对抗。 1949年4月中旬, 当马歇尔再度回到中国, 国共双方已经在东北真刀真枪地干起来。 在这种局面下, 马歇尔为了促成双方和解, 选择向国民政府施压, 迫使蒋介石在东北局面占优的情况下, 宣布双方停战15天。 而这, 就成为蒋介石在日记中, 埋怨马歇尔是国民党败退宝岛的罪魁祸首这一论断的其中一个主角。 此后, 马歇尔一再劝说蒋介石放弃军事对抗, 反对蒋介石称呼共产党为一切混乱的根源。 1946年11月, 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限大会, 共产党人对这件事表现出极大的愤懑, 拒绝承认此次所谓的制限会议。 也正是同一天, 周总理拜访马歇尔, 希望马歇尔可以为共产党人的安全离开提供协助。 马歇尔为了传达期望和平的态度, 选择了同意。 可是如此一来, 蒋介石肯定愈发笃定 马歇尔偏向共产党。 在这种背景下, 马歇尔认为中国内战已经无法避免, 只好建议美国总统杜鲁门将驻扎在中国的美军, 尽快撤离。 在1947年1月21日, 马歇尔回到华盛顿之后, 甚至马上直言不讳地告诉美国政府, 可以停止对中国的调停了。 其实, 纵观马歇尔的整个调停过程, 作为美国代表的他, 在国共之间严重缺乏信任的情况下, 的表现, 已经称得上尽心尽力, 更何况一边给双方擦屁股, 一边给自己擦冷汗这种心理素质, 不是谁都有的。 但是在蒋介石眼中, 马歇尔的所作所为, 永远显得不合时宜, 所以就会将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败, 归咎于这位美国来的何事老。 除了马歇尔之外, 蒋介石认为自己还遭到了来自斯大林的欺骗。 其实, 若是谈起蒋介石和斯大林的关系, 向前一直可追溯到北伐战争时期, 那时的苏联大力援助了包括冯玉祥, 郭松林在内的部分清苏势力, 其中就包括了困于广州一余的蒋介石。 不客气地说, 蒋介石北伐军形成战斗与苏联的援助和教导不无关系。 当然, 北伐胜利之后, 蒋介石与斯大林很快就在中东铁路归属权的问题上起了争执。 为此, 苏联和南京国民政府一度断交。 二战结束前夕的雅尔塔会议上, 苏联强迫国民党签署了让外蒙古独立的协定。 消息传到国内, 蒋介石无疑被这件事重重打击。 他曾这样悲观地感叹, 经此一事, 国家上下, 人心尽失。 事后, 苏联承认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但是, 灌汇两头下注的苏联, 虽然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存在的唯一性, 却依然在暗中与共产党军队互通有无。 伴随着三大战役后, 国民党大量有声力量被消灭或主动投诚。 斯大林很快撕破了他与国民政府之间那曾温情默默的伪装, 开始光明正大的援助解放军。 这无疑加大了蒋介石身上的压力。 当然, 在国外势力之外, 国民党政府本身也绝非铁板一块。 白虫喜是桂系军阀, 而桂系军阀的代表人物, 除了白虫喜之外, 还有个李宗仁, 两个人一个赛一个的不好对付。 而且,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 南京政府的中央军与桂系军队就已经互不对付, 或者更直接地说, 中央军胆敢进入桂系势力范围, 已经发现是要挨打的。 1946年, 国共冲突已经表面化, 蒋介石设于国民党内部某些势力过于伟大不掉, 选择在国民政府展开所谓的内务整理, 明里暗里地铲除异己。 可是, 那时的桂系军阀已经占据了两广两湖在内的大量区域, 又哪里是简简单单一次内务整理就能一劳永逸的呢? 1948年, 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场上的失利, 以及桂系李宗仁受到美国人的青睐, 李宗仁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夙愿。 逼蒋下台, 而失去最高领袖地位的蒋介石, 虽然依靠自己的数大根深得以暗箱操作, 但是李宗仁也没闲着, 甚至一度想要逼迫蒋介石流亡。 对此, 蒋介石可谓恨之入骨, 将其列入自己败走宝岛的罪魁祸首之一, 顺理成章。 一个问题的出现应该分为内阴和外阴, 蒋介石在日记中的愤愤不平, 在后世人看来, 其实都只是外阴罢了。 至于内阴, 曾有这样的玩笑之言, 民国是什么? 民国是一个几几千年, 中国之大成的国家, 假民主, 半封建, 上下一心, 山头林立, 军阀各地割据, 沿海租界遍地,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形之下, 又有四家富可敌国, 最大那个叫做蒋介石。 是的, 蒋介石手中的政府, 是一个畸形的产物, 毕竟他能够在政变中, 把所有有志之士砍了, 只留下一群聪明的已投机倒者, 他能够炸花圆口就干旱, 烧肠沙城, 送温暖, 强征税, 抓壮丁, 以至于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 老百姓帮助日本人, 打击某位汤司令的情况, 他能够让他背后的大老板, 美国都厌恶他, 舍弃他, 他甚至得罪了全国上下所有阶层, 蒋介石民国的存在, 是他失败最大原因, 正所谓微操大师, 物流队长, 这大概是同学们眼中, 蒋介石为数不多的优点了吧。 抗日战争时期, 因武器装备, 军事素养, 兵员素质等问题, 中国军队往往是输多胜少, 但却有这么一位国军将领, 他曾发明一战法, 歼灭日军十一万人, 被誉为杀敌最多的抗日猛将, 而且他能打能活, 高寿一百零三岁, 他就是有着国军战神美称的薛月, 1995年, 记者到台湾嘉义采访 已经九十九岁的薛月将军, 一谈到他创立的天炉战法, 这位老人原本浑浊的目光, 猛然迸发出了一抹光亮, 他的手臂猛然麾下,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塑造 他赫赫威名的战场之上, 薛月原名叫做薛阳月, 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其父亲仰慕岳飞, 后来薛月自己把名字中的养字去掉了, 以示不仅仰慕岳飞, 更将身体力行, 薛月是广东乐昌县人, 从宝定陆军学校毕业后, 就投奔孙中山干起了革命事业, 1921年, 孙中山在广州就职非常大总统, 薛月、叶挺和张发奎, 分别担任警卫团第一、 二、三营营长, 自此, 他为保卫孙中山立下大功, 人送绰号老虎仔, 1924年, 蒋介石率部东征, 讨伐陈炯明, 薛月以越军第一师少将副官兼参谋长身份参战, 之后, 蒋进行第二次东征, 薛月升任副师长在战斗中履历战功, 受到蒋介石的通电表扬, 两年后北伐战争打响, 薛月随西路军行动, 成为北伐军的主力, 之后, 薛月升任第一师师长, 在北伐战争中高歌猛进立下了赫赫战功, 薛月是个天生的将才, 后来在中原大战等战役中都表现抢眼, 但他一生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 在抗日战争中的上加表现, 在长沙会战中, 面对日寇的强大攻击, 他发明天卢战法, 兼敌十一万, 成为八年抗战中杀敌最多的名将, 那么, 什么是天卢战法呢? 薛月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之后, 写成的天卢战一书中这样说, 天卢战术足以法天地之幽碎, 穷宇宙之奥秘, 为鬼神所惊弃, 人世所难测, 无以明知, 故曰天卢战。 这么说有点吊书带, 通俗来讲, 大家首先可以想象一个炉子, 一般来说, 炉子底部的火最盛, 然后是四周, 天卢战法的特点, 就是把敌人引进炉中以后, 派遣部队到敌人后方进行阻击, 侧击, 尾击, 以此来进一步消耗敌人的力量。 对于天卢战法, 薛岳的作战参谋, 蒋荣森给出了更加详细的解释说明。 天卢战法一句话概括就是, 后退决战, 争取外线。 首先需要把部队分散开来, 守在据点之中, 在进行阻击之后, 部队向两边撤退, 表面上看起来是部队撤退了, 但实际上撤退是有证实的, 当敌人通过以后, 再打他的尾巴。 听起来天卢战法似乎和口袋阵比较相似, 但其实两者又很有不同。 口袋阵的战术是诱敌深入, 包围歼灭, 而天卢战法虽然也有这层意思, 但更注重的是消耗。 其中后退决战就是层层阻击, 将敌人引至预设战场, 争取外线, 则是在适当阻击之后, 撤出阵地向敌人的两翼运动, 并配合设置于两翼的部队, 进一步袭扰敌人, 之后再包围歼灭。 综合起来看, 可以当作是阵地战和运动战的结合。 参加过长沙会战的第十军军官 张潇霞说明了天卢战法的基本条件。 首先这个部队必须有较高的战术素养, 能够和敌人持致作战, 他们既要跟敌人保持接触, 又要消耗敌人的战力, 还要肩负起诱敌深入的任务。 假如部队的战术素养不够, 那么撤退很有可能会变成溃退。 其次在地理条件上, 在于作战地带的纵身要够, 使敌人的战线拉得够长, 否则便不足以拖累敌人。 最后则是要瓦解敌军机械化部队的快, 限制其快速移动。 那么具体到实际战争中, 到底要如何使用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薛岳在一战成名的 长沙会战是如何打的。 长沙虽然地处平原地带, 但从岳阳南下, 近150公里的铁路沿线 却有四条河流横跨其间, 分别是新强河、密罗江、 唠叨河、刘河。 薛岳便以此布下阵势, 他首先在新强河的南岸摆了七个师的重兵, 加上东侧山脉上的游击队, 足足有十万人。 由此可以看出, 薛岳的后退决战不是让路后退, 而是边打边退。 随后是密罗江的第二线防区, 虽说人数较少只有两个师, 但其纵深拉得特别长。 唠叨河以北, 还有四个师的主力在那里准备应战。 第三道防线在唠叨河南岸到流河南岸, 在这儿薛岳部署了十五个机动师, 以及第四线阵地的两个军, 而这也是薛岳最终选中的天炉盖顶的决胜战场。 在正式开战前, 薛岳下令假如正面撑不下去不要死守, 因势机撤退, 随后再迂回侧击、尾击, 不断消耗深入的敌军主力。 通过以上部署我们可以发现, 实行天炉战法的基本条件只剩最后一个, 限制敌军的移动速度。 关于这点, 第九战区战士参谋吴湘湘也给出了答案。 日本人每年都是九月份打长沙, 这是因为秋收之后, 田地是干的,便于日军坦克车辆前行。 国军就动员民众秋收以后, 马上离田灌水, 使得坦克车辆无法在田间行走。 接着破坏铁路桥梁, 当时薛岳还喊出了一个口炮, 叫做化路为田, 运梁上山。 意思就是将马路改成田地, 而且这个动作薛岳做得十分彻底。 最终, 薛岳凭借大城的天炉战法 对日军形成了东南西北的全面包围, 只此一战,便歼灭日军六万余人。 加上前两次, 长沙会战共歼敌十一点七五万人, 酣畅淋漓地粉碎了日寇对长沙的围攻。 此战后, 蒋介石大喜过望, 受薛岳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抗日战争结束后, 国共两党开始了内战, 薛岳打了几个败仗, 这时, 蒋介石开始弃用薛岳, 甚至怀疑薛岳有二薪。 战争后期, 薛岳又被蒋介石调去防守海南, 他手上仅有他组建的三个军的保安部队, 靠这些杂牌军根本守不住海南。 后来薛岳无奈, 带着部队全部撤离到台湾。 蒋介石是个多疑的人, 败退台湾后, 也一直没有重用薛岳, 更没有让他带兵打仗, 成了光杆司令, 无兵可带, 无仗可打, 薛岳很是郁闷, 多半闲居在台湾南部嘉义相间, 过着半隐退的生活。 1998年5月3日, 薛岳逝世, 享年103岁, 临终前说了八个字, 宁用奴才, 不用人才, 谁都能听得出来, 这句话是说给蒋介石的, 如今看来, 这句话可能是对蒋介石多疑的一生, 最好的概括。 但是重点状态是 turnaround hero tor风推草, fra沙拉为与兵浪的一样, 过来这句话可能是转秤的反应。